《細說敢言》 李錦雄逢星期一至五 為你識世情 論人生 從草以基本法的時代開始 政制問題是整個香港問題的核心 中方在這裏做到處處設防 步步緊釘 所以在整個機制設計上 是絕對可以控制大局 所以在1200名的選委安排上 其實有些模型的佈局 是令到北京的旨意 完全可以發揮影響力 但這次特別之處是建制派陣營 兩名候選人的內耗 並且是產生一個敵對的行為 至最後是需要北京和香港 一起去阻止留選 補梁振英當選 其實是非常粗暴的干預行為 因為制度遊戲規則已經是不公運了 不過總算是歷史定下來 我們就要去執行 但再加上現在 這麼粗暴的干預 和最關鍵仍然是 唐良兩人 第一 是誠信未達到基本要求 第二 是基本的民意是不合的 簡單 任何的正義領袖 在你上台的時候 竟然是得不到六成以上的民意支持 其實是危危附 那現在你看來看去 就算說梁振英是領先 其實相對於兩個弱的對手 他才得到大概四成不足的民意支持 是否這樣的民望 如何可以符合一個特首的基本要求呢 中方原先的定位就是 香港特首人選必須符合三個條件 愛國 能力 和民意 那麽 愛國當然 何俊仁一定不合格了 能力來說 除了你這個真正行政能力之外 應該還包括 在港人心目中 你有沒有執行這個特首的能力 當然這個包括品價 誠信 如果這方面被受質疑的情況下 其實能力已經是大打折扣 即是 就算有很強的行政能力 但是你得不到民意支持 得不到整個社會上不同階層的認同 其實你那個執政的效果 將會是大大打折扣 所以其實在今時今日的處境下 無論誰人當選 這個爛攤子 都難以收拾 那麽 其實唯一的希望 就是這次留選 可以推倒從來 就算到最後 仍然是梁振英當選 但是經過 留選這個過程 仍然可以有時間 給他重新部署 重新去解釋 重新去定位 這樣到最後出來選的時候 仍然可以贏 那個情況下 對梁振英坐上特首的位置 是有幫助的 當然中方很多的顧忌 我都分析過 這些顧忌 有些是完全不必要 更加不應該 將留選 視為是民主派 或者香港極對勢力 所擺出來去破壞選舉的行為 實際上你看回最新的民意調查 都看到市民根本是解不下 甚至是沒眼看 你這樣的情況下 硬硬要補人上去 那個殺傷力是很大的 對任何方面其實沒有好處 幾害取其輕 我相信 目前去叫選委投下百票 其實才是當前的亂局當中 仍然有善的希望 否則這樣的環境下 繼續這樣去堅持中央路線 繼續是要搖旗立行 發動是大家歸邊 而去選出這樣的特首 這個的後果其實是難以想像的 當然 基督教選委只得十條 這十條也都沒有任何的結盟 也都沒有人能力去捆綁 但我期望 我們仍然相信同一個上主 我們仍然相信基督徒 做得選委 都有一定對信仰對聖經的形式 這個時候真是大家拿出良心來 良心者就是我們真是憑我們 一種內在的感潮 再加上我們智慧能量的認知 一種明辨是非的能力 無須受別人去擺佈 無須是看什麼西瓜效應 安靜在上主面前 我相信這個時候聖靈是會動工的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名廠 店 生意 商店